動漫我要聽 A.C.G.N.大小事 給我仔細聽 立場播報告 早安 現在時間11月5日 早上9點15分 今天早上愛莉小姐的Psycho Pass 呈現純白色 用充滿活力的精神享受這美好的一天吧 早安啊 今天的行程是什麼啊 今天早上十點跟卡魯約在電波咖啡廳碰面哦 快來不及了 我先出門囉 路上小心 卡魯好久不見 最近怎麼樣啊 老樣子囉 研究院還不就是那樣 你居然還可以維持白色的色相 了不起哦 你是天藍色 也不錯了啦 不過可能是因為我神經不掉大條吧 發現色相混濁者 危險危險 怎麼回事啊 你們這些機器人 憑什麼抓我 我什麼都沒有做 警報 危險 危險 我只是看不爽魯邦亂丟垃圾還有劍踏草皮 要狠狠地修理他一頓而已 為什麼抓的是我啊 你們該抓的是魯邦吧 危險危險 現在現場一片混亂 各位聽眾朋友請先聽這首appNormalize 千萬別轉台哦 各位聽眾晚安 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我要聽 剛剛那個機器人是怎麼回事啊 你們快點給本播解釋清楚 為什麼我們電波裡一下子跑出來這麼多機器人 還會亂抓人真是的 你們怎麼都奇形怪狀的還有這麼多顏色 到底是誰啊你們 大家晚安我是天藍色的卡魯 晚安我是純白色的艾力 大家晚安我是負責專人的機器人叮噹 啊原來奇形怪狀的就是你啊 就是我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你們趕快解釋一下電波裡到底怎麼了 還有什麼天藍色的白色的 我真是一頭霧水啊 永伯其實剛才是卡魯的虛擬實鏡裝置啟動了 剛剛大家都來到了Psychopath的世界當中 沒錯這可是我的最新發明呢 哦Psychopath這部作品我略有耳聞 那中文的名稱叫做心靈判官嘛 這是在2012年推出的科幻作品 沒錯永伯這部作品的背景設定在近未來的日本 距離現代的我們來說有點遠又不會太遠 在背景設定中人們的未來都有西比拉系統所決定 它會分析你的Psychopath指數犯罪指數 如果你有一絲一毫想要犯罪的念頭 系統就會馬上知道 然後看情況做出處置 像是強制就醫或是逮捕 哦難怪了 所以我剛剛只不過動念一想要修理魯邦 那我就被系統發現了 沒錯 西比拉系統管的東西還不止這樣哦 它會深入分析你的能力 性格 想法等等 幫你決定你人生最幸福的道路 該就讀什麼學校啦 學什麼啊 還有你該從事的工作 系統都會先幫你選好 你只要從系統給你的選項裡頭選一個去做就可以啦 是不是很方便呢 哎 這樣是很方便 不過好像少了點什麼哦 呃 你們一開始說的顏色 那又代表什麼意思呢 那是色相 是Psychopath指數的具體化表現之一 用顏色來判定你現在的心理狀態 如果健全的話就會接近白色 反過來說 如果你現在因為壓力覺得喘不過氣 或是腦袋充滿了負面思想的話 你的色相就會越來越混濁 人們會利用色相所呈現出來的顏色 來判斷你的心理是否健康 哎 等一下艾莉 那我有一個問題哦 如果只是像我剛才一樣 那只是腦筋裡面想著嘛 要修理魯邦 但是卻沒有實際行動啊 那又會怎麼處置呢 哎 我來帶艾莉回答好啦 那就要看勇博你的犯罪指數有多高啦 如果不高的話呢 會被強制治療 但是只要超過一定的標準值就 就怎樣你說 不要賣關子 就 我回不去了 不是啦 就回不去了 你回不去了 總之呢 超過一定的數值之後呢 就會被當成潛在犯 被社會所放逐 大多會被關在隔離設施裡 度過殘生 蛤 這麼嚴重哦 那就等於是被判了終身監禁了嘛 嗯 是的 除非成為了執行官 為公安局效力 這樣潛在犯也可以重見天日咯 嗯 等一下 我聽到了一個關鍵詞 公安局啊 想必我們越來越接近故事的核心了吧 沒錯 故事就是圍繞在公安局刑事課第一分隊的監視官與執行官們的身上 跟著他們遇到的各種案件來展開這整個故事 嗯 想必聽眾朋友們一定跟我一樣 很想要繼續聽下去 不過我們先休息一下聽一首好聽的歌曲 好的 播放的是《Psychopath》的第一首一滴 好 剛剛我們介紹了很多關於《Psychopath》的背景知識 那相信聽眾朋友們對於這個未來的科幻世界 有了一個初步的認識 現在呢 我們就應該要切入正題 講講劇情了吧 嗯 卡路 你先說吧 好的 永伯 那麼我們剛才提到了公安局的第一分隊 故事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女主角長守珠是剛到職的菜鳥監視官 嗯 等等 我們剛才有提到執行官是因為犯罪指數過高 為了離開隔離設施 所以才成為公安局的執行官的 那監視官又是 嗯 簡單這樣講好了 監視官的角色是獵人 執行官就是獵犬 負責追蹤犯人 執行官們呢 是戴罪工作 監視官除了指揮他們之外 也必須監視這些執行官 以防他們做出什麼不好的事 嗯 這樣一說我就懂了 好 趕快再繼續介紹下去吧 好的 長守珠進入公安局的第一天 剛好就遇上了事件 上司一夜座 把兩位執行官 真錄自己和剿念聖也派給他 讓他跟他們一起執行任務 這次的任務是要逮捕一名潛在犯 大倉信夫 他原本只是個普通的上班族 但有一次在街頭的色相掃描 呈現深綠色 機器人要把他強制送去治療 但他卻逃跑了 你為什麼要放棄治療呢 而且還在逃跑途中 綁架了一名女性作為人質耶 這時候就要來說明一下未來警察的配備啦 俗話說子彈不長眼 但是他們的可是長的眼睛呢 沒錯 他們配備的槍叫做Domineta 支配者 他會根據你瞄準的對象 來決定傷害的程度 例如瞄準一個色相呈現淺色的人 怎麼扣板機他都不會有反應 或是發射麻醉槍 但是如果瞄準顏色很深的人 槍的外型就會改變 殺傷力也跟著大增 只要被打到就是死路一條啊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設計很好啊 以防萬一不小心打傷路人 對不對造成不可彌補的遺憾 因為大蒼幸福他已經整個人豁出去了 認為自己只有死路一條 於是他就犯下了不可挽回的錯 當長守珠他們趕到了之後 支配者毫不留情的制裁了他 但那名女子因為綁架的遭遇 她的犯罪指數也跟著急劇上升 被支配者打到也是會死亡 原本聖野要制裁那名女性 情急之下長守珠就用支配者打了聖野 好險只是麻醉槍模式而已 不然男主角第一集就領便當咯 回不去了 他也回不去了 怎麼會這樣子 被綁架的人明明是受害者啊 這是因為支配者的型態 是由希比拉系統所決定的 希比拉系統會判讀每個人的身心指數 而不是根據行為來做判斷 系統他不會考慮指數上升的原因 簡單來說就是他只看結果啦 沒錯 我們剛剛談到的 只是動畫第一集的內容 然後不用擔心我們會爆雷 我們很nice 動畫呢在一開始就拋出了這個議題給大家 透過看似公平的電腦系統來判斷每個人的狀態 甚至幫你決定未來還有生死 但是這樣真的是正確的嗎 嗯 這的確是個大災問 通常我們會覺得科技是中性的 那他做的決定一定是客觀的正確的 人類的話會掺杂很多情感的因素等等 可是啊人類的情感又要怎麼用科技來衡量呢 先給大家一些思考的時間 我們下一段節目再繼續聊 現在聽到的是 《Psycho Pass》的OP2 Out of Control 歡迎繼續回到動漫我要聽的節目現場 現在進行的單元是李掌博報告 我們今天介紹的這部作品是心靈判官 《Psycho Pass》 在上一段節目當中我們聊了他一開始的劇情 那本博很好奇 這個掌控人們生死大權的西比拉系統又是怎麼來的呢 咦永博你問到這部作品的核心問題咯 但是善良的我怎麼好意思在這裡爆雷呢 好意思說 只能說呢會出乎意料咯 不過我們可以來談一下這部的反派角色 颠倒勝負 他對於人性很感興趣 但現在的人們是是仰賴西比拉系統 而不是人依照自己的意志下判斷 對於這點他感到很不屑 在得知系統真相之後 他決定要破壞這個系統 顛倒勝負他教唆了玉堂將鋼 以及亡靈梨華子 他的聲音又是版本真零啊 這兩個人來犯案喔 當然這個案子後來一一的被第一分隊侦破了 而男主角聖也發現了幕後的真凶 其實就是顛倒勝負 兩人展開了一場鬥勇又鬥志的戰鬥 但是前面剛剛不是說 只要腦袋有壞念頭就會被系統給發現 那怎麼教唆別人犯案的顛倒勝負 就沒有被發現啊 所以啊 一開始第一分隊的大家也搞不清楚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但是隨著劇情慢慢進展 就會發現其實系統也是有漏洞的 至於是什麼 嗯 善良的我又不講了 好 你真是 你們家是開這個關子店的是不是 就是在賣關子 賣關耶 好了好了 照你們前面說了這麼多喔 那麼本部也了解這是一部架構非常龐大的作品 剛才我也稍微查了一下 這部作品的編劇還有導演 哇塞 那可真是來頭不小呢 這我沒有注意到欸 是哪位啊 哎呀 那你就看得不夠仔細了是不是 這部作品的導演呢 是本廣客行就是大名鼎鼎的日劇大搜查縣的導演喔 啊 什麼 可是大搜查縣不是也是講警察的故事嗎 欸 沒錯 那本廣客行呢一直想要試試看製作動畫 於是呢他在2009年跟Production IG的製作人接觸 希望能夠實現他的夢想 嗯 說到Production IG 他之前也製作過攻殼機動隊喔 難怪做起科幻作品得心應手 嗯 經過了多次的討論之後啊 決定以本廣客行拿手的警察故事為主要的素材 在2011年請虛淵璇來擔任主要的編劇 由天衍明擔任角色原案 這部作品就在2012年誕生囉 嗯 我想大家都很了解 虛淵呢他擅長描寫人性的黑暗面 當然啦 這部作品也不例外 除了女主角長手朱之外 其他每位主要的角色背後都有一段悲傷的過去 像角念盛野 他以前其實也是監視官喔 他的搭檔是一夜作 但自己手下的執行官左左山 被犯人以殘忍的手段殺害 他的犯罪指數呢就因此迅速上升 為了追查犯人的線索而放棄治療 你為什麼要放棄治療呢 因此呢他才被降級成執行官 沒錯 但也是因為這樣 他才意識到系統也是有問題的 但大部分的人們都認為 這是一個安全完美的社會 動畫中有很多角念盛野 在健身的場景 應該也是為了服務女性觀眾 他在鍛鍊自己的肉體跟意志 表示他不依賴系統給他的武力 所以他的同事常認為他是個怪卡 而且他的結局 整個就是要釣人看第二季啊 是嗎 那有第二季的消息了嗎 左等右等之下 終於在2013年的9月 官方正式宣布第二季製作的消息了 而且還有劇場版的製作計劃哦 哇 那聽起來是有的等了哦 但是呢 我相信很快就可以等到第二季了啦 那麼今天介紹了這部動畫作品 《Psycho Pass》 除了探討人性之外 那麼本博呢 也覺得這部作品也提醒了人們 不要過度依賴科技帶來的方便性哦 是不是 每天大家都低頭刷刷刷刷 關你一樣 好啦 我們這個單元接近了尾聲 最後要聽到的這首歌曲是 《Psycho Pass》的ED2 All Along With You 永遠我很想問 請問什麼叫賽博朋克呢 诺偉 上次你推薦我看的科幻小說 好好看哦 沒錯吧 我很喜歡賽博朋克之類的作品哦 賽博朋克 是什麼啊 它的英文叫做Cyberpunk 是Cybernetics與punk的結合詞 又稱為電腦判客 網路判客等等 是科幻小說的一個分支 它的背景大多是設定在距離現在不遠的社會 內容大多以科技為主題 通常是圍繞在駭客啦 人工智慧以及大型企業之間的矛盾而展開 哦 就像電影《機械公敵》嘛 诶 沒錯沒錯 那賽博朋克文學呢 它是帶有強烈的反烏托邦跟悲觀主義色彩 一些作家試圖透過他們的作品 警惕人們要正式對待科技的態度 原來背後還有這麼大的學問啊 今天只是上了一刻 感謝啦